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謝神讓我們今天一起聚集在這邊 今天我講到的題目是珍愛童工 在上個禮拜我們舉行我們的長職的就認識 感謝主 讓我們有這麼多的童工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經文在菲利比書二章 這一個經文是我很喜歡的經文 我相信我們都有去住過飯店 你有去過比較高級的飯店 也有去過比較平價的民宿 那我不知道大家比較習慣住哪一種 但是我們知道當你的價格不一樣的時候 你去備受的領域都不一樣 那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當我們去飯店的時候 我們會還沒到的時候 可能行李就已經到了 或者是你還沒到的時候 就有人出來跟你說 你有什麼要幫忙拿的 還是太太要先下車 小孩要先下車 還是阿公阿媽要先下車 當你到飯店的時候 都已經有人為你煮備好了 你去就只要 我要來Check in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房間 享受那一天美好的休息 那當我們來到教會的時候 如果你對這個信仰還沒有很了解的時候 或者是你不願意委身的時候 你來到教會你會覺得我好像去到飯店一樣 需要有人來跟我招待嗎 還是你有想過我也可以成為招待的男人 神給我們每一個人很多的恩賜 那我們怎麼使用我們的恩賜 今天上帝怎麼說教會是什麼 保羅怎麼說 保羅說教會是永生神的家 我們來到教會不是像好像去到飯店一樣 我去就是要接受別人 啊你好 然後呢這邊請坐 或者是你要不要喝茶 或者是我們樓下有餅乾有茶水 這個家是永生神的家 還記不記得上次我有說到一個餐桌的比喻 今天你到外面吃飯的時候 你看到桌子髒髒的時候 你怎麼辦 走過去 你到餐館去用餐的時候 你看到桌子髒髒的請服務生來擦 那你回到家看到桌子髒髒的怎麼辦 只能自己擦 我不知道大家在家裡應該都有在做家事 如果沒有做家事 那我們可以想像我們的家 應該已經很多髒髒螞蟻跟老鼠 家事是誰要做 自己 還是全部都落在老婆的身上 看到垃圾沒到就 老婆你今天怎麼沒到垃圾 看到碗沒洗 怎麼 我都吃飽了 你怎麼這麼久還沒洗碗 今天一個家要美滿要幸福 是要每一個人在那個家庭裡面 大家一起同工 當我們願意彼此同工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個教會都不一樣 以佛所述提到 教會透過防角石彼此聯絡 讓那一個教會更興旺 更彼此相愛 今天我們有沒有透過神 讓我們之間有更多的連結 所以今天我們是 透過今天的經文 我們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們要過一個以神的心 過同心合一的 胡適生活 如果你跟你的同工之間 沒有同心 沒有以神為中心的話 那你只有以你自己為中心 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 要把神放在我們的心中 當我們願意跟隨神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必須要做很大的犧牲事 你要捨棘 你不能說我還是想要照以前一樣 你要捨棘 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我們每一個人不一樣的生命 但是在教會裡面 神期待我們是過一個同心合一的生活 很多夫妻可以相愛 可是他們不一定同心合一 因為同心合一需要捨棘 當你願意沒有看見自己的時候 你才可以跟別人 真的沒有看見自己來跟別人溝通 真的沒有自己的來跟別人相愛 如果當你自己很強的時候 你只會想到今天為什麼不是我 我怎麼沒有 神要我們的是以神為中心 而不是以自己為中心 當我們以自己為中心的時候 你可以去想幾件事情 如果我們有缺點的時候 你會希望別人看見你的缺點嗎 通常我們都會不希望別人看見我們的缺點 我們的缺點最好藏起來 不要被人家發現 如果被人家發現了怎麼樣 最好不要叫我改 如果要改呢 他要改的甜甜蜜蜜都不可以這樣 很生氣的講 今天當我們太注重自己的時候 別人叫你改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樣 為什麼我要改 怎麼會這麼兇叫我改 不能改的好一點吧 神說你要跟隨他 你就要捨掉你以前所有一切的想法 唯有你捨己 你跟同工之間 才有建立更好的關係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要捨己真的不簡單 當我們在教會服事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來自不一樣的家庭 那我們要怎麼過捨己的生活 這一禮拜是我們教會 青年去短宣的日子 那在短宣的日子裡面 這張是之前的照片 去年的照片 今年的我找不到 那在這些孩子裡面 他們每一個人都來自不一樣的家庭 我們怎麼在一個禮拜以內 大家一起彼此服事 而且服事是有可能在裡面 大家一起同工 但是那些事情你以前都沒有做過 或者是你本來很強 可是這次有另外一個竹林者要帶領你 那你怎麼在裡面跟大家一起同工 只有十二指 每年的十二月我們教會都會舉辦 聖誕節的遊節 那去參加幾次的同工會之後 我發現 在裡面如果沒有願意 把自己的意見先放下來 聽聽別人的意見 那那個會議裡面 應該也會有很多的爭吵 就跟如果你去參加短宣 沒有願意放下自己 來聽聽別人的意見 只想做自己的話 那你在那裡面 你可能也會很受傷 因為你會覺得怎麼都沒有別人聽我 怎麼都沒有別人尊重我的意見 神要的是 我們以他的心為心 保羅在寫菲利比書的時候 主要是要勸勉所有的基督徒 活出生命的見證 今天保羅用這一節經文來鼓勵我們 讓我們活出生命的見證 在這段經文裡面他一開始寫 所以在基督裡 若有什麼勸勉 記得他第一個字 所以 在哪裡面 基督裡 有什麼勸勉 愛心有什麼安慰 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保羅有一個前提就是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都是要在基督裡做的 之前孩子們 我有跟青年分享過 當你安慰人的時候 你都怎麼安慰你 我相信我們都有安慰人的經驗 敷衍一下 這個給你 你不要難過 有一個女孩子 她因為懷孕的時候身體不太舒服 所以她小慘 那這個女孩子小慘你會怎麼說 哎呀沒關係啦 你還年輕了 再生一個就好了 你有想過說她會難過嗎 當一個人心情不好吃不下的時候 你怎麼樣 啊沒關係啊 這個吃不下不要吃 反正還有麵包 當一個人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你怎麼樣 啊沒關係啊 反正你爸這麼有錢 他會養你啊 當我們安慰人的時候 我們是表面敷衍一下就 趕快離開 因為我們不知道要說什麼 但是今天經文提醒我們 當我們要安慰人的時候 要怎麼樣 在基督裡 你不知道怎麼安慰她的時候 你可能只要為她祷告一下 你可能送一段經文給她 你不知道神的話 對她的幫助有多大 因為在基督裡所成就的事情 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呃我們在整個教會裡面 我相信我們要彼此扶持的機會 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是屬於的夥伴 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我一定要了解 當我們要鼓勵我們的同工的時候 記得在基督裡鼓勵她 耶穌需不需要人鼓勵 在耶穌當他受難的時候 他去祷告的時候 他怎麼跟他的同工講 他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 就對彼得說 你們怎麼樣 你們不能同我警醒騙時嗎 在心理本他是寫 不能同我一個小時嗎 在英文的翻譯裡面 也是一個小時 騙時就是一下下 連耶穌在最辛苦的時候 他都需要人鼓勵他 你在最辛苦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需要人鼓勵你 今天我們也同樣要陪伴一個人 你都不能鼓勵他一點點嗎 可能為他禱告一下 可能陪伴他一下 再來這一個人是保羅 他到羅馬的時候他很辛苦 那這一段經文我覺得還蠻特別 他說第二天他們來到不丟利 在那裡遇見兄弟們 請他請我們與他同住了七天 他的兄弟請他與他住了七天 然後呢他說這樣我們來到了羅馬 那裡的兄弟們一聽見我們的訊息 就出來到比利屋市和山館的地方迎接我們 他的兄弟來迎接他 保羅欠他們就感謝神放心重擔 這個兄弟做了什麼事 他什麼都沒做耶 他只做了 但保羅到的時候他出來幹嘛 迎接他 保羅發生了什麼事 放心 而且他有剛強 他知道他不用怕了 扶持對我們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在今天的經文裡面告訴我們 我們在做這些安慰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在基督裡 用神的話安慰他 陪伴他 所以今天一間教會要興旺 我們的華語堂要興旺 做什麼事情 以神的心 彼此安慰彼此扶持 讓我們過一個同心的生活 再來經文說 要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對兄弟 他們是很好的哥哥 兄弟 一個哥哥跟一個弟弟 那有一天他們出去 在走路的時候呢 他們就發現地上有一個黃金 哥哥先看到 但是弟弟的動作比哥哥快 當看到的時候 弟弟就趕快把黃金拿起來 拿在手上 這時候哥哥心裡就覺得怪怪的 明明就我先看到了 弟弟拿走 然後呢 哥哥就跟弟弟說 欸 那個黃金我們發現了 你可以借我拿一下嗎 弟弟就說 好啊 那借你拿 哥哥就拿在手上了 這時候弟弟的心裡怎麼樣 怪怪的 為什麼是哥哥拿在手上 明明就我撿到了 好 後面多久呢 弟弟又跟哥哥說 欸 那個蠻重的 換我拿一下 欸 這時候哥哥的心裡又怎麼樣 怪怪的 為什麼我要讓給他 那他們就坐船 來到湖中間 這時候哥哥就跟弟弟說 你那個黃金再借我一下 哥哥就拿在手上 過了多久 哥哥就怎麼樣 把他丟到湖裡面 那時候弟弟說 你幹嘛啊 你為什麼把那個重要的東西 丟到湖裡面 哥哥回他一句話 他說 當我們沒發現這一塊黃金的時候 我們對彼此都不會有那個怪怪的感覺 當我們一拿到這種黃金的時候呢 我們的感情都變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跟你的同工 是什麼樣的感覺 會有怪怪的嗎 今天保羅鼓勵我們 在你的服飾的場合裡面 有一樣的心思 我們知道要有一樣的心思 不簡單 馬克思他認為 所有人的內心裡面 才是真正的問題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引發紛爭是經濟的造成的狀況 但是其實沒有 是內心的問題 今天 當你的同事做錯了 你會覺得怎麼樣 他不小心 所以原諒他一次 他第二次再做錯 你會覺得 他怎麼又做錯 第三次再做錯 我為什麼腳都腳不會 你心裡永遠都會覺得 他怎麼什麼都不會 那你下次遇見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他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想過 他也有可能有改變的一天 或者是 你有沒有以他的心去想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 我們有一樣的心思不簡單 但是 一樣的心思有多重要 我們得救可以叫主喜樂 我們服侍可以叫神喜樂 可是唯有我們同心 有一樣的心思 經文怎麼寫 叫主的喜樂可以滿足 我有同心叫神的喜樂可以滿足 心一樣的意念 一樣的心思 下面最重要的都是心 所以今天我們一起同工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外表 我們覺得啊 我們一起同工 神喜歡的是我們在一樣的心裡面 內在的 我們一樣能夠一起同工 再來 你要有一顆謙卑的心 經文說 凡事不可接納 不可貪圖虛服的榮耀 只要心準謙卑 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要看別人比自己強簡單嗎 其實不簡單 在教會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 都像是一塊拼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腳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彎度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來自不一樣的家庭 神創造我們的時候也不一樣 但是當你這一塊拼圖 不站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告訴你 教會永遠都缺一個腳 當那一幅畫沒有你的時候 教會的話永遠都怪怪的那裡白白一點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站在我們的位置上 神給我們很多的恩師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你說我沒有 我會跟你說騙人 你有 當你去服侍的時候 你會慢慢的發現 原來我可以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說我沒有事 我們沒有出去 所以我們會覺得我們沒有 事實上你們都有 甚至你們有的可能比我還多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神要我們的是 我們有一顆謙卑的心 一起來服侍他 在這裡面 你會發現神給你的恩典是非常多的 當你有一顆謙卑的心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在服侍裡面是非常的快樂 因為神要透過所有的人 成就一件非凡的事情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裡面有釘子鐵錘 鐵錘 螺絲跟沙子 那有一天這幾個人 他們就在自己開小組位置 這時候他們就想說 我們這間工作室裡面 這個工作箱 有點太急了 誰要出去 好 這時候鐵錘就說話了 鐵錘說 釘子出去 釘子都只會釘人家 把人家釘得很痛 釘子出去 釘子會說誰出去 鐵錘 鐵錘每次都打我啊 為什麼他可以都打我 為什麼都要被他打 他都打了 鐵錘就說 沒有你都會釘人 這時候釘子知道講不過鐵錘 就說那不然那個 螺絲出去 他最愛鑽牛角尖 讓他出去 反正他鎖在裡面 大家也不知道 這時候螺絲也不想出去啊 叫誰出去 沙子啊 想說他每次都打最慢 為什麼要我 做事最慢的都是他 這時候他們還在講的時候呢 他們的工人就拿著他們出去 用鐵錘 釘子 螺絲跟沙子 做了什麼東西呢 做了一個十字架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神的國度會彰顯嗎 今天當我們在服飾裡面 當我們願意有一顆謙卑的心 來到神的聖殿裡面 我們彼此同工 彼此服飾的時候 而不是心裡想說 他要走啦 不可以有他 你會發現神的國度就降臨 在我們的事工當中 在我們的服飾當中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成為神的工具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那一塊拼圖 很重要的 神的國度的彰顯 就透過你 願意站在你的位置上面 彰顯神的榮耀 再來看別人比自己強 保羅提醒我們要看別人比自己強 再一次提醒我們 要有一個謙卑的心 有一個婦人呢 她因為身體不舒服 就到一家藥局拿藥 她在拿藥的時候呢 回去吃了四五天 沒有效 她就到藥局對面的診所看診 當她一進去的時候呢 她就跟醫生說 醫生我跟你講 我在對面的藥局呢 拿了藥 吃了四五天都沒有效 那個醫生喔 馬上臉都變了喔 就跟她說 你為什麼要去那一家藥局拿藥 那一個藥劑師都是騙人的 你不知道嗎 她都只會亂說 她說的都不準 這時候呢 那一個婦人就起來 要走了 醫生就跟她說 太太 你在幹嘛 我都還沒跟你看病 你怎麼要走了 那個太太只回她 一句話說 我會來這裡 就是對面那個藥局的藥劑師 介紹我來的 就是你說不準的那一個 所以你竟然說她亂說呢 我猜你應該也不太會看診 今天 在你的心裡面 你看別人比自己前好 還是你出去都在說 她不好 她沒有 她不行 她怎麼樣 神說鼓勵我們 有一個謙卑的心 謙卑的心會使我們完全放下自己 看到的不是只是自己 當我們在家裡面 你發現有一個人特別的自大的時候 通常家裡面都會說 我真是受不了我那個爸爸 我真的是受不了我那個兒子 但是當你謙卑一點的時候 別人會怎麼樣 欸你怎麼變了 看不出來耶 當你謙卑的時候 你能帶給別人的是更多的 而不是別人都只會說 喔受不了 所以謙卑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重要 你需要裝備自己的一個服飾 再來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情 也要顧別人的事 我們都覺得自己很重要 老實說我們自己也真的很重要 唯有我們把自己顧好的時候 我們才能幫助別人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能把自己顧得太好 我媽頭說我把自己顧得太好 越來越胖 那我都跟她說 不是我是為了要給我兒子吃飯 所以我都會煮 所以煮她吃我就越吃越多 有時候我們要顧自己的時候 要有一點點控制 像我現在就不足那麼多 因為我真的覺得 反正我的小孩也不吃 胖到我自己身體也越來越不好 那我就會漸漸的不足那麼多 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我們知道 顧自己是每一個人都有的想法 但是在教會裡面 你也是顧自己嗎 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也是顧自己嗎 如果你顧自己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旁邊的人很容易受傷 因為你都只看好你自己 當我們只在乎自己的名聲的時候 你不會管旁邊的人怎麼樣 因為他們怎麼樣根本不關你的事 當你在乎你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別人吃到黑心油有差嗎 沒差嘛 反正都是你們在吃 但是聖經提醒我們 我們要怎麼樣 不要顧自己的事情 要顧所有人的事情 在教會裡面 我們每一次華語禮拜完都有一個小組 在小組裡面 我們都做一件事情就是 分享 當我們透過分享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助別人 當我們透過分享的時候 別人可以看見我們的見證 當我們透過分享的時候 可以讓別人發現 原來我的生命也可以跟他一樣 不一樣 這個小組非常的重要 當我們透過分享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之間的連結更多 所以透過分享 你可以發現教會不是只有顧自己的事 而是我們會希望所有的人 跟我們一起得著神的福音 在這裡面一起得著造就 在1955年呢 我們知道當時很盛行種族歧視 所以當時的黑人都備受歧視 那有一個黑人呢 有一天要到就是白人的地區 去找他的朋友 那他中途被殺了 他被殺的原因是因為他跟兩個白人講話 那他被控告的原因是說他大善那兩個白人 那他的媽媽很難過 他覺得他的孩子不是這樣 那他媽媽最後講了一段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在兩個月前 我覺得所有黑人的事情都不關我的事 只要我跟我的孩子好就好 但是我現在知道 不管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任何事情 都跟我有關 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方 今天當我們看到了一件事情 我們都會覺得那不關我們的事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其實那就是我們的事 今天我們來到教會 我們過什麼樣的生活 教會跟一般的團體哪裡不一樣 一般的團體大家聚會的時候 吃喝玩搜下 然後就回家 教會的生活是什麼 彼此分享 彼此幫助 不要忘記 神透過我們每一個人 要來成就他的國度 我們今天要來唱一首回應詩是 愛中相遇 那我會選這首歌的時候是 其實每一天我們都要鼓勵我們自己 跟神有更多的連結 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他一開始寫 所以在基督裡 最後第五節什麼 你們要以基督的心為心 我們在每一天的裡面 我有更多的與神相遇 我有更多的讓神的愛交往我們的生命 我們才能夠改變自己 讓別人看見不一樣的我們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我們在愛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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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每一天 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 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寫給你 唯有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樂和力量 唯有你是我的喜樂和力量 我甘願捨起一切跟隨你 每一天 每一天 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寫給你 唯有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樂和力量 我甘願捨起一切跟隨你 將我全人 將我全人 先照當作我心 你 一盡見一心 淡淡是風靈 願你指引 成全在我的生命裡 求生命更新 掌握我一生 你每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都做什麼事情 你都一起來就想 啊我今天要上班 一起來就想說 喔我等一下要煮什麼早餐 還是一起來的時候你就感謝神 你感謝神的原因是什麼 是讓你在祂的愛裡面 充充足足的養足的精神 讓你有更多的精神 在一天裡面來服侍祂 我不知道我每一天起來的時候 那我感覺是什麼 就是喔那個壓力好重 都壓在我的身上 其實神沒有要你做太多 祂只要你不適祂 在什麼事情上面都榮耀祂 我相信在我們 在工作的時候你都會有一種壓力 甚至你在帶小孩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我有沒有把這個小孩教好 我有沒有在我的工作裡面 把我的工作裡面表現好 但是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一件只有最簡單的事情是 我在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榮耀神 你單單對得起神嗎 你會覺得你做不好 老闆不喜歡你 是不是因為你在這裡面偷懶 但是你只要知道你沒有偷懶 而你是榮耀神做的時候 你被老闆責罵又怎麼樣 你都已經盡力了 所以親愛的孩子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有時候把太多的字子 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神說我只要你單單的來榮耀我 在每一天跟我的愛 在一起 與我相遇 和我的愛 讓我的愛 真的在你裡面活出來 我們在一起來唱這首歌 愛中相遇 再一次相符在你大能容容 唯有你 唯有你 是我的良人和恩友 我願意 一生敬拜荣耀祢 将我确认 先生当作活气 一心皆一心 淡淡是风笔 愿意之意 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生成平革心 掌握我一生 将我确认 先生当作活气 一心皆一心 淡淡是风笔 愿意之意 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生成平革心 掌握我一生 每一天 每一天 渴望与祢在爱中 相遇 再一次 降伏在祢大能荣耀里 唯有祢 是我的良人和恩友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祢让我们在华语堂里面 我们彼此相遇 彼此相去 主我们要谢谢祢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愿意尾声来到祢的面前 让我们愿意在礼拜日的时候 我们早起来到祢的圣殿敬拜 主我们要谢谢祢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神 祢要充充足足赐给我们满意的恩赐 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们能够帮助别人 让别人在受伤里面能够得到我们的扶持 让别人在软弱的时候 我们用祢的话语鼓励他们 主耶稣愿祢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不行的时候 祢就要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 当主我们骄傲的时候 祢就用祢的话语提醒我们 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 我们要一颗谦卑的心 跟我们的同工来彼此服事 主愿祢心望我们的华语堂 愿祢来带领我们的华语礼拜 愿祢来带领我们整个华语的同工 来带领我们所有的会友 让我们都满有祢的恩典跟祝福 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